1990年港姐貴君梁小冰與 TVB 約滿後 就回到內地發展 時隔26年後回巢 她與老公陳家暉 在逆天奇案2拍照 挑戰身世坎坷的蘭姐 究竟是甚麼原因令她決定接這部劇 再拍這部劇 基本上是監製、導演、燈光、攝影 包括造型師、化妝師 認識了三十多年 全部的班底好像是兄弟姊妹 很詳情的感情 紫光一說到再說故事和角色 我已經說今次不回來不行 大家都想著我這一套 不是CEO當然是高官 或是很有錢的太太 所以我把這個造型保密到 一直都不跟別人說 在逆天2中 阿達守候了蘭姨三十年 在氣外 小冰也大讚老公陳家暉 是白馬王子 不僅懂管家、臭兒子 這把口還超級甜 無論任何時間 只要我起床 即是像今天 我捲了一些 好像包租婆的髮卷 老婆你真的很美 看一眼 然後繼續看電視 你真的很美 這次重出江湖 小冰就說很感謝觀眾沒有嫌棄她 她又大爆當年選港者 其實是為了跟帥哥拍劇 其實我有心考入TVB 那時MISS Hong Kong 穿着泳衣時 你為何要參選香港小姐 我就說因為我想拍戲 但潛台詞就說 因為我想跟梁朝偉 劉德華、王逸華、五虎 四大天王拍戲 雖然小冰最後跟梁朝偉無緣 但她也很難忘和古天樂一起拍 《圓越彎刀》的經歷 因為劇情需要 是清清盲了 所以就說 那個對白是很有趣的 我想最後一次見到你的時候 我想摸清楚你的臉 我要認得你 然後由額頭、鼻哥摸到嘴下巴 然後就停了 我現在也是這麼英俊 就是嘛 在我心目中一模一樣 從來沒有變過 只是顏色是黑色和白色 還有我最記得 她是一個非常認真的演員 她每一場哭戲 她都是要用自己的真眼淚